就是先這樣 然後我能跟你們分享就是這樣 那之後下一次記者會 我們自己的嘗試我會有問必答 我會答應大家這樣 好不好謝謝大家 有問必答到什麼場合 你有超一波的照片嗎 你有沒有那麼誇張好 你當時是嗎 這個我大概都會跟你們 只要你們有問我就必答 那我們來問一下你們的心情 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也是 到時候帶我們自己的餐廳 我也是會給大家看她的3D圖啊 然後一波照片 因為我們手上都有 好可怕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兩個是同時得知的 我們兩個是同時得知的 而且你們知道的那天剛好我們正在拍WARGIN的公告 拍完 很累現場就是機動爆 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我一開始有被驚呆 然後後來反應過來之後 我就覺得 她不可思議了 而且我沒有辦法好像吃那頓飯 而且回到家還絕久不能自己 然後在床上睡覺的時候就想像到 我們的人生已經走到這個階段 真的好幸福很有福氣 然後可以分享可以經歷這一切 自己要當阿姨的 是太不可能 對 覺得很開心 對 就是 你們照片都看到那兩場 就是我們兩個一人一條 所以她整個就是 就是放在一個禮物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真的是 就像Hebe講我們都驚呆了 然後我的眼淚就是瞬間的爆衝出來 我覺得她把我們當成那個生父在經營 因為一般不是網路上 就是她會把那種燕運棒給生父 就是爸爸 或者是先生 然後讓先生驚喜說 什麼我當爸爸了 可是她是給我們一人一支在禮物裡面 然後我們就驚呆 什麼我們當阿姨呢 對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我覺得 就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家華這麼善良 然後果然就是善良的人就會有 你知道老天爺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盛待她就覺得很替她開心這樣 謝謝 所以一份收到印譜 對 其實我是準備了一包小禮物 然後呢 然後裡面我就故意讓他們就一個一個拆 然後其實我 其實我有拍下他們的畫面 因為我要跟我其他的姊妹分享 外媒體是你要那個畫面怎麼辦 這可以給嗎 那時候有一天 對 有一天在說吧 最後一天讓她曝光 結果過幾天就曝光 好煩喔 這具人是都覺得很感動嗎 然後覺得都言犯內光欸 其實我相信很多 像包括歌迷 或是也許寶寶 你們在第一時間知道的時候 我相信應該也都會有很多的激動 跟那個感 那叫什麼 喜悅的感覺在裡面 嗯 這是我們那個SEG的第一個寶寶欸 我的媽呀 這寶貝欸 就真的其實想一想 覺得好奇妙啊 這種感覺 對 所以真的是謝謝大家 這個之後可以跟你們分享吧 我這個到時候可以大談對談 我們現在來聊我們最近的工作好不好 好 來最近Selina在忙些什麼呢 嗯 就是 我腦袋也變空白 我覺得應該就是大家平常啦 就是一樣要保持好的健康狀態 對 要到瘋狀運動 是 因為像Ella就是代言了很多年 所以她持續保持運動 所以她的身體是一直處在一個很適合懷孕的狀態 真的 對 而且 而且 你看你看 Ella之前就是工作雖然很累 然後因為正人秀成在花很多時間 你看 還是一樣輕易的有沒有 踏過去 踏過去 就了就了就有了 搞不好是說了一陣結果 說一陣結果就有了 沒有啊 那可是屈中痕 所以我覺得運動真的會讓人的身體狀態 對 身心狀態都很好 而且其實即使我現在 即使我現在是一個懷孕的狀態 我還是會去健身房 就是動一動 一定要 然後醫生也非常鼓勵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對